直播一哥李佳琪凭借流利口条的走红 然而近期却因发言不当 引起了争议 先前有网友在直播间 时间商品起价了 遭到他回呛 称这么多年了薪水都没涨 是不是没有认真工作 一番发言遭到网友踏发 那日前李佳琪又被同行爆出 透过品牌施压同行的消息 一名直播主瓜皮腰 破出了与品牌对话内容透露 品牌方提供双方一样的商品 别的卖家售价不能比自己低 随后瓜皮腰因此被检举 还收到品牌方的讯息施压 让他被迫删除贴文 品牌方也无奈地表示 不然公司会被起诉到破产 消息引发热烈讨论 网友们认为他的举动 根本是在垄断市场价格 以及霸凌其他的小主播 导致他的形象再度受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